大家好,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特朗普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重刑犯前总统 又创造历史了 12名陪志员 一致判决 一致,注意这话 一致 川普封口费34项罪名成立 美国媒体这么说的 理论上讲,每项伪造商业记录的罪名 都可以使得川普判有期徒刑4年 实际上考虑到这是最低级重罪 而且特朗普又是初犯老人 还有一个前总统身份 所以可能就不会判他入狱 77岁了,可能不会判入狱 这也就不影响特朗普继续竞选总统了 但如果他能够竞选成功的话 他就是创造一个美国重刑犯总统的历史 这个也确实是他创造历史 他今天创造一个历史被判了 然后再大选11月份 今年2024年 美国两项历史被打破了 重刑犯总统 据说即使当了总统 没法赦免自己 这个案子不是联邦层面提的 是州,纽约州提的 只有州长能赦免 不是总统能赦免 纽约州州长是谁呢 民主党啊,对吧 应该他在总统的任期内和纽约 肯定是对立的 这个来龙去脉咱们不谈了 就是给一个丹尼尔斯一个女星 是吧 一个封口费 13万美元 其实封口费不违法 但是这个起诉中这么说的 伪造公司业务记录 而且隐瞒并报销了这笔钱 就是把这个钱算在公司里边扎上 特朗普也赶到13万美元很多了 自己不愿意掏 最后让公司给报了 结果现在麻烦了 你看看,这个就是资本家 特朗普和好友 柯恩也闹发了 然后当物点证人 柯恩就揭发了 特朗普撒谎的 按照美国纽约州的相关法律 掩盖罪行虚假陈述 是刑事犯罪 我觉得他们中国应该学一学 对吧 现在各行各业 你包括公元体系有很多都是 都是这样的 就是掩盖 推责 然后呢 这个虚假陈述 有大量的 如果你在公元体系都不能够 能够把这个上升到刑事责任 你让普通老百姓怎么相信你呢 对吧 所以公元体应该是建立这种刑则 如果你的陈述是虚假的 就是一旦有的证据 你就是上刑事责任 我现在我是全中国第一个了 咱们鼓励中国 尽快法治化 就是整个的 对吧 虚假陈述 罪行 就要上到刑事责任 现在大量的底层公元 对吧 咱们看 你自己看看去吧 那根不说了 纽约州法官梅尔昌宣布 正式宣判将在7月11日 也就是特朗普 被正式提名 共和党总统后院人前三天 正式宣布 特朗普这边的大战呢 应该 我觉得应该是 到了一个阶段了 分身领了 特朗普当然是大骂了 骂 因为法官 骂民主党 骂拜登 这个不出意外 走出法庭 特朗普是愤怒 说这是一个耻辱 一场有腐败的 内心矛盾的法官操纵的审判 我们将为我们宪法而战 这场审判 远未结束 这说的没错 因为这个 不影响他竞选总统 实际最后还是要看美国老百姓选谁 对吧 他怎么接着骂说什么呢 对美国 他说要上诉的 对美国 纽约来说 这是悲哀的一天 全世界都在看一切被操纵了 整个系统都被操纵了 说我们将继续战斗 我们将战斗到最后 我们会赢 因为我们的国家 已经下地狱了 这像不像有些 这个亨国党在中国国内 碰到的 我收到很多邮件 他给我讲一些 他在中国 北京怎么围难他们 那警察 那公元体系怎么围难他们 商人 他是个系统化的 就不要说美国了 是中国也一样 中国也一样 就是系统化的 对付你 所以这帮人只能离开中国 去美国了 咱们要理解 政治就是这玩意 你不要以为 傻呵呵的 说什么 谁就是证据 谁就错误 不要这么认为 实际就是给你政治服务的 所以怎么办呢 实际就是人挪活 数挪死 人挪活 但是你不要走到那步 10月5号 美国大选 大家是都要投我一票了 我来拯救美利江了 因为你们现在在地狱中 川普就这个意思 这也没毛病 这就是竞选 他实际是在什么 在将不利的审判 给自己 给自己变成一个竞选筹码 川普还是很会玩的 这一套其实有人吃 这就反对现在政府 你说哪个国家没有反对的 都有 是不是就支持他了 之前呢 他还是骂过自己根本没有任何过途的 一切是民主党阴谋 这个事啊 咱们现在就抛开这个事 这个到底是咋个事 我觉得所有人都知道 但是咱们抛开什么 这个谁对谁错 咱们就谈 政治玩的实际就是什么 玩的就是 真的就是生命 就是脑袋别裤腰带上 现在看 玩到这份上 有人再说美国政治多么好 那就是傻逼了 你中国政治很危险 你咱们美国政治安全吗 一样 看到吧 这就是政治 但也能看出美国已经到了 实际 就是从一个天上 天堂掉下来了 你到人间了 咱不能说地狱吧 但你回到人间了 没毛病吗 很多哼不当 咱美国的 想想 你以为梦想的美国那块 你有钱 你就至少你安全了 或者你怎么样 你就安全了 不是的 哪个地方的政治都一样 理解了吧 所以这个东西啊 以前春雨美国是天堂的 要回归了 是吧 据说林星的 就是特朗普离开法庭的时候 林星的有人向特朗普欢呼 支持他 我觉得 也有人反对他 这就是美国现实 美国的十一份大选 绝对是要改写美国历史 假如川普赢 目前看 特朗普挑的日子 美国法官给特朗普挑的好日子 就是他 正是宣布他有罪 这一天 其实很有历史价值的 很会挑日子 特朗普基本上 我觉得 背水一战了 他是背水一战了 再不努力 基本上这个人就废了 在美国就被搞臭了 那这个人往哪跑呢 就跟中国很多 是吧 被祸害的 我看到很多资料 你在中国不行了 你可能最后连要饭都不可能了 怎么办呢 那些人就去了美国了 实际这个关系 那你说川普最后在美国怎么办 三亿多 三亿多条枪 那就是1.5亿对1.5亿 你怎么玩 美国内战吗 特朗普不能输 人家说要拯救世界 拯救世界你能输吗 哪一个电影会说超人 穿红衩那位 美国的超人和川普 美克阿美克 Greta Ginn 这帮人有一个特点 都是穿一样红色的纪念物 超人是把裤衩 穿在下边 你自己想 那红色的是什么 是脑袋上顶着 我没有得罪川普的意思 我也不说 咱没啥没说 你想那红色标记 是在脑袋上的 超人是在下边的 他哪个电影拍 他也不能说 你超人最后失败了 我要拯救世界 我能失败吗 反正是他决心已下了 他说了 你们在地狱 我来拯救你 就是我不能失败 这高潮还没结束 就说有人说 有人说这场战斗 实际关系到美国历史 我觉得也对 因为 川普任命了 想让马斯克当顾问了 这个就是 上一届 川普当总统的时候 他的女儿 当职位 就是总统顾问 这二位曾经互相怼过 结果现在为了反拜登 站在一起 这可能要改写 我觉得要改写 毕竟马斯克身家是2000多亿美元 世界第一 首富支持他 这个时候 咱们说不能排除 真的有机会 川普有反攻的机会 马斯克现在是积极投身了 美国政治 关键是他有人脉 他有大量的美国富豪 所以你看现在马斯克一系列的 一系列负面新闻就出来了 这是政治斗争 搞谷歌的 所以一系列因素都显示 11月份 美国大选 绝不可能轻松 咱们说两个美国 现在媒体上 最支手可用的两个人 一个马斯克 一个川普 已经河流了 这让我想起明朝末年 张献忠和李自成